而另外华联先议会教育小组由先议员吴建志担任第一召集人 7号上午带领了包含先议员魏佳燕、李秋旺以及蔡依静前往了文化局 而在文化局长以及导览人员的带领解说下 从石雕馆一路到户外艺术装置以及演艺厅以及图书馆的选址来进行了解 华联先议会教育小组7日上午在第一召集人先议员吴建志带领下 带领第二召集人现议员魏佳燕还有议员李秋旺、蔡依静 一同前往文化局针对馆内馆外展览状况 演艺T奈政补强工程等进行了解 其实我们话里有很多的这个活动 我觉得因为由于是经费不足的关系 所以导致于可能比较少人知道 那这方面都是有跟这个局里面讨论 那也是碍于经费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我们在看这个一些这个装置艺术的部分 还有我们看这个这个这个刚好我们现在这个这个演艺展览厅也是在这个耐震补强 然后在做施工 那所以这个现在目前是一期工程 那二期工程也是准备还在这个这个持续的在规划当中 还有比较我们原本这个没有看到的是这个图书馆的部分 因为图书馆之前有比较多的这个争议这个一个选址的部分 最后选定在原址重建 那在原来的地点来做重建 其实本来今天要来做一个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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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察来看看 那最重要的是因为现在这个业务又从这个建设处又移到这个文化局 那所以这个从所有之前所看到的这个这个所有的一些设计图 好像跟这个事实可能又会有一些这个更改 那所以这个我们在可能会安排这个下一次的部分 再继续来做这个这个积极的我们在下一个阶段 我们再来继续来去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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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饰 再看看的部分 这个这个这个到底跟这个原本设计的跟这个后面有什么样的这个差异性 在文化局长以及导览人员带领解说下 教育小组一行人从石雕馆移入到户外艺术装置 一同视察演艺厅还有针对图书馆选址进行了解 县议员吴建志表示 由于图书馆最后选定原址重建 但因为业务由建设处转交给文化局 因此设计图将会有所不同 预计未来将在安排时间做进一步的访试了解 接着讲帮演 华林匙报导